一如往常 当时18岁的卡珊星 在结束一天工作后 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到 背后有一天 听见诡异的声音卡珊星转头一看 原来看见两个女人 脸却藏在暗处中 看不清楚 受到惊讶的卡珊星赶紧逃回家里 事实上 卡珊星遇上的诡异情况 才正要开始 接下来的四年 卡珊星可以说是性情大变 没有朋友 自我封闭 脾气变得暴躁 生活也变得更恐怖 当时我变得暴躁 当时我睡觉 我的心肌变得温暴躁 禁止我的身体 当时我温暴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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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肌变得温暴躁 我的心肌变得温暴躁 当时我变得温暴躁 我没有知道 什么他们会做 所以我看见他们 他们等于身体的身体 当时每个人睡觉 他们会脱出身体 我感觉在那时候 他们迫我去吃 而且说是美味的 卡珊星诡异的行径 还有宛如梦境 却无比真实的记忆 家人以为卡珊星会梦游 但是看医生却没有异状 在亲友的建议下 找到了地方的巫师 寻求宗教治疗 结果发现 他是被古老传说中的 巴兰巴兰给复生了 在马来西亚沙巴的哥达茅绿 这里的原住民 一直流传这种超自然的生物 巴兰巴兰 传说他是由黑魔法召唤出来 连续40天 日夜不休的送念咒语 就能召唤巴兰巴兰 有人说巴兰巴兰能够带召唤者 飞到任何的地方 还能帮助女孩引绑青春 但如果控制适当 就会被巴兰巴兰控制心智 巴兰巴兰会以死尸 或是怀孕的妇人当作食物 卡山星被认为 寻找到巴兰巴兰附身 才会飞到不明地点 以尸体为食 在夜间行走寻找受害者 遭到附身的卡山星 后来在巫师的帮助下 整整花了四年 才摆脱了巴兰巴兰的控制 我觉得到底巴兰巴兰是什么 根据传说 其实巴兰巴兰最初有着善良的一面 当地人深信巴兰巴兰的存在 对他也是抱着崇敬的心 只是善良的力量找到勿用 而当地的巫师应电视节目的邀请 要利用传统的方式 燃烧鸡毛送念咒语 在镜头前试图召唤巴兰巴兰 就在念诵咒语的过程中 不明的声响从屋顶上传过来 主持人也在自己的背后 听到微弱的怪声 同一时间 进行召唤仪式地点的附近 也出现诡异的状况 巫师说 如果听到大笑声表示 巴兰巴兰的距离很远 如果笑声微弱 它可能就在附近 它不会献出实体 而是透过声音 或是变身萤火虫 彰显它的存在 马来西亚沙巴流传的诡异传说 巴兰巴兰有如鬼魅 又像是一种会依附人的传染病 就如同世界各地存在的巫术一样 有副作用 召唤者要付出代价 不是自己 那就是下一代 但古老传说也告诉我们 在写的魔法 只要心存善念 依旧能对抗它